大家好,欢迎来到娟子美食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今天我用这一把菠菜 给大伙分享一个菠菜凉分的做法 首先把菠菜根摘一下 看这菠菜都挺鲜嫩的 再用清水把菠菜清洗干净 然后切成长一些的段状 倒进破壁机里面 加入一碗清水 选择果酥垫 把它打成菠菜汁 打得越细越好 打好的菠菜汁 用稀漏再过滤一遍 接着在盆里倒入一碗红薯淀粉 加点盐增加筋性 再倒一碗过滤好的菠菜汁 充混地给它搅拌均匀 没有干面粉颗粒就行了 接下来在不沾锅里 倒入五碗清水 还是用刚才倒红薯淀粉的碗 水和淀粉的比例是 6比1 再将菠菜汁倒进来搅拌均匀 然后开中火加热 期间呢 要不停地搅动 防止糊底 慢慢地就会变得越来越粘稠 完全变色以后 改成小火 再慢煮几分钟 期间还是要不停地搅动 一直煮到菠菜汁成果冻的状态 像这样能拉丝 就可以灯火了 直接倒在模具里面 端起来震动几下 排出里面的小气泡 然后常温下晃到凉透 现在来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蒜末 生抽多倒一点 来点香醋 盐 鸡精 白糖提鲜 一勺辣椒油 再淋点香油 最后加入白开水 充分地搅拌均匀 料汁就算调好了 这时凉分也凉透了 把边缘用手动一动 这样更容易脱模 刀扣在面板上 很轻易就脱模了 看一下这个凉分 特别的Q弹哟 从中间切一刀 混成两份 再切成宽条 最后切成小块 装入盘中 淋上调好的料汁就可以看动了 咱们的菠菜凉分就做好了 绿绿的颜色 看着就很清爽 做口光滑 嚼着Q弹 添着来唱一碗 真的是清凉又解暑 特别的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 我是娟子 咱们下期见